我们看一下竖甲这一体 那这一体呢是在看极限 那其实在情境题的竖甲这种出现极限 都是一个估算的概念 我们先把这个图很快的画出来 现在这里有一个区域 这三角形区域 然后这个点呢是03 那这个点会是6n0 就是用s等0跟y等0就可以解除这两点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这边的鸽子点的数量 好那这鸽子点的数量 这三角形比较麻烦 我们先把它补成这个长方形 一旦补成长方形呢 我们就知道这长方形 总共就有6n加1 再乘上4 再除掉2 好但是除2之后呢 你可能会有一些小困惑 就说 对中间有点 这样子会不会有一些小误差 好那其实这个 这个数量呢 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数量 就是大概是整数格 好 就把它叫做小d好了 小d是一个 可能就是012 那我要去算它也可以 但是我不想要去算它 因为重点呢 我们现在在谈这个极限 一旦谈极限之后呢 当n区域无限大的时候 这个加1跟这个加d呢 其实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6跟4 这是n的部分 所以这里是24n 这里是2n 所以相除起来就是12 水色体就是12 透过我们把它这样补起来 那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做一些估算 这是对极限问题 要采用到的一个精神 这边是3n 这边是3n 这边是3n